新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出席活动 但是昨天台北市立委补选的结果出炉 吴一农煞雨而归 对此苏贞昌表示非常肯定吴一农的努力 但是对没办法赢得胜选他感到相当的抱歉 根据外界分析了说民进党在几次选举下面不断失利 也让苏贞昌面临到隔魁保卫战 最近他联系几天宴请的官员也被解读是毕业参会 请报解 特地来到桃园为台15线新辟的高速公路工程典礼剪彩 却大篇幅都在强调自己的政绩 民进党组合一大选挫败后 内阁改组声音不断沸腾 加上嘉义市长台北市立委补选又通通失利 让苏贞昌的处境陷入危机 肯定吴宇龙和他整个竞选团队非常努力 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 觉得很对不起也要好好检讨 好好检讨千杯再千杯就怕隔魁大魏有变数 传出苏贞昌近期一连几天宴请阁员 以及主管会中更有人邀请他到花莲出席活动 苏贞昌却一口回绝说可能来不及了 被截读威士卸任前的毕业参会 政府也一样 藉由这样的聚餐来感谢一年来防疫英雄 觉得大家实在是太会捕风捉影了 这个院长请吃饭 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很自然 党内统治也帮忙说句话 不过台面上喊出大团结 也却传出苏贞昌宣布税收超征 普罚六千元 没有事先与总统府取得共识 让团队措手不及 在总统主持的国安会议上 已经明摆财势的一千八百亿 除了留印不死之需外 要全民共享 而且请行政院规划 适时的向外界公布 澄清没有突袭 是一步一步来 但如何面对内阁改组声浪 苏贞昌的去留将进入最后关键期 记者林俊廷 卢一静采访报道